拜拜 老子 拜拜 晚安 陽光普照的早上 小朋友開心的跟老師打招呼準備度過愉快的一天 這裡是基隆中山菲營利幼兒園 除了擁有新穎漂亮具設計感的校色外 背山面感綠衣圍繞的優美環境更惑家長與小朋友喜歡 小朋友甚至能在這裡看見藍雀五色鳥及松鼠 讓學習不只侷限在教室裡 我喜歡這裡玩的教具和玩具 因為玩的時候很開心 我在海豚班的教室那裡 旁邊那裡我有看到松鼠 在樓上三樓 看到藍雀 因為四周都是非常的有綠色植物圍繞 所以像園內也很多四季的植物 我們就會帶著孩子 用五感來體驗這個環境 體驗來學習 除了可以在美麗的操場跑跑跳跳 二樓還有大活動空間 不管晴天或下雨 小朋友都可以快樂地享受運動樂趣 好天氣他們就會在操場跑步 在操場運動 然後去尋找春天 去尋找夏天 因為四季的植物他們就會發現四季的不同 那下一天就可以在二樓的大活動 大活動是呢 進行這個大肌肉的活動 去年八月才開始招生的中山非營利幼兒園 目前幾乎滿額 為了減輕家長育兒負擔 基隆市長六昌上任後 積極提升公立幼兒園數量 基隆市公幼比例 從106年的不到五成 到今年幾乎達到八成 111年公幼準公幼 共可提供5493個名額 我覺得這邊的環境啊 然後非常好 還有價格 就是很親民評價這樣子 像我是單親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在 我的支出方面輕鬆很多 加上老師都幫你處理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我只要白天上班 然後其他交給老師就可以了 當然會擔心說想讀的學校排不到對 對 是 到後來其實先來學校做了解過後 其實我們辦個登記 之後園長就通知我們說可以就讀了 不斷基隆市家長擺脫過去公立幼兒園 擠破頭搶入園的困境 甚至還加會到鄰近縣市家長 根據基隆市政府教育處的統計 今年外縣市幼升比例已經達到15% 這裡的環境我們家長也蠻喜歡的 小朋友也一樣 然後老師也蠻認真 對 所以我就會想說兩個小孩 都讓他繼續讀來這邊 從我們幾乎公佑是都要抽籤的狀況之下 到現在我們每年都有超過500個以上的名額 是可以讓外縣市的 涉及外縣市的幼兒家長來做抽籤跟就讀 那這幾年來陸續的成長 我們也發現每年大概都會有 近年都有15% 百分之15左右的幼生 是不是涉及基隆市 從外縣市跨縣市來就讀的 老師細心的協助小朋友吃早餐 為了鼓勵年輕家庭育兒 金融市政府進一步將脫育年齡向下延伸 從104學年度起增設兩歲幼兒陸園 110學年收拖人數有784名 陸園比例達36.7% 比104學年度成長4.4倍 不但是全國第一 更一舉超越OECD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國家平均收拖率的33% 那今年我們兩歲幼幼專班的比例 陸園率已經達到了36.7% 那這個比例其實比教育部 定給各縣市的目標 OECD國家應該要達到的33% 我們已經提前達標了 持續增加公立兒園名額外 金融市在托育服務上更加完善 今年起成為全國唯一百分百 提供課後留言到晚上6點服務的縣市 讓家長能更安心工作 平日原來4點就放學 我們讓每一間的員所 平日都開到6點過 6點到6點半的課後留言 那在寒暑假也都全面開課 所以讓雙星家庭 不會有所有寒暑假的困擾 目前金融市39所國小 僅剩巴魯國小還未設置富幼 預計在113學年度完成 金融市政府交易處方面表示 接下來將繼續推動兩歲班普及化 讓幼兒托育人無縫接軌 也鼓勵家長讓家中小寶貝就近入學 記者 張祺騰 金融報導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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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